大家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感谢大家的点赞三连支持 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吧 首先要来说一下很多朋友来询问的这张图片 经过野猪我的查证 这是一位玩家自己的猜测图 不保证,但是做成图片以后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 导致很多朋友以为是真的 因为这里英文一看,哇是英文 大家都懂的嘛 但是这张图片你其实一看就知道不对劲了 林华跟林人在两个版本 其实现在目前网传比较靠谱的还不如说是这个 当然一切要等前瞻直播才知道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复刻角色只要程序员稍微操作一下 就可以加入更新前的预安装 所以测试符是没有办法知道复刻角色的 现在网传消息全部为猜测 通过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 光2.6版本复刻的角色都已经有这么多版本的猜测了 那么前面2.7、2.8的复刻池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然后是老生重谈的两个问题 有部分朋友来反映 他们买的自选五星初始号被封号了 这个怎么办是没办法的 看你封几天 然后是关于实名认证的问题 官方这边已经有答复了 实名认证成功以后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那么会出现前面两个问题的朋友 大概率是购买了这些账号对不对 就这个价格你们也敢买的 我佩服了 现在实名已经开始了 人脸暂时不知道 像这类账号的话 我劝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 千万不要像前面那位朋友 买了账号 充了钱 抽了绳子 然后被封号了 然后是好多朋友看野猪我的视频 发现我背包有四个黄色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其实就是在成歌湖里面 用来放音乐的CD和磁带 和他对话 购买 就可以看到这些磁带CD了 购买 记得星期五的时候一定要来买 否则等到过几天就被别人买走了 这里先预祝所有点赞 三连和关注的朋友 小包底不歪 单抽出金 十连双簧 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信野猪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里野猪要感谢这几位朋友 同意我使用他们的图片 谢谢 现在辟谣也不容易啊 像很多作者 他们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然后自己的图片就被别人拿去传播了 而且传播的时候 有些人故意把水印给抹去了 这就导致很多画师朋友的图片 被人当成假的爆料到处去传播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外网的热门帖 首先是对于武器定轨的讨论 这位朋友定轨了绿剑 然后抽着抽着抽着 嗯 两把砖舞出来了 这是反向定轨啊 不知道大家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反向的 然后是两个热议的自戒秘境 都是早用 第一个呢是属于简单啊 全自动啊 全自动非常的爽啊 这种秘境就适合野猪这种人啊 进去了就直接通关了 第二个属于非常难啊 我觉得他是怎么通关的啊 这是怎么给他想出来的啊 什么样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一个秘境啊 太魔鬼了 同时还有一位朋友向我分享了他的这辆车 啊我只能说大家一定要好好努力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对不对 把自己的梦想画进现实 你看左克勤又优啦 简直就是左拥右抱啊 羡慕了羡慕了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抽卡圆梦 关注野猪每天会带来新的资讯和福利 谢谢大家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